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唐宝宝曼萱 現在主要的工作是 在休息站或是觀光景點 做街頭藝人表演 我喜歡吹陶鼎爺 唱歌 跳舞 電子琴 最近開始學琵琶 沙克斯風 電子吹管 希望可以讓我的演出 可以更多樣性和可看性 在四個多月的時候 幫曼萱做染色體檢查 結果出來了 事實就是事實 曼萱的確是一個唐室生的孩子 當時候我們覺得我們的世界 也都變成黑暗了 不曉得該怎麼辦 六個多月的時候 那時候感冒都還發燒 我很著急地跟醫生講說 我的孩子燒得很嚴重 然後醫生看了孩子說 我就很訊息地說 這個孩子有唐室生 太醫師他就告訴我說 孩子有病就醫 然後他幫他的骨骼全部都檢查 他說這個孩子可以教 他的骨骼都很正常 你不要放棄他 他說家裡的人 就是最好的醫護人員 因為有了這一句話 可以教就代表有希望 回來我們就很興奮地 開始對這個孩子有了期待 我最最愛的也感謝 就是我的媽媽 我和他最親 無論到了都帶著我 我需要演出或上課室 他也都陪伴著我 我現在能夠如此 都要感謝娜娜的付出和堅持 我覺得曼萱他帶給這些 唐寶寶家長和唐寶寶最大的影響 就是說永不放棄 只要永不放棄 永遠用愛來浇灌 像曼萱媽陪伴著曼萱一點一滴的 走過許多的難處 不管是求學學習的部分 都是用時間去教官 那我相信許許多多我們唐寶寶 也可以有非常棒的一些成果 一些人生 在人生旅途上遇到挫折的人 告訴他們 我做得到你也可以 請不要輕易放棄